請問一下 我這個時間表 用到最上面 用到最上面 等一下一起 切換畫面 3 2 1 如果你在電腦上 你要新增行事曆很簡單 比如說你要新增在哪一天 你就直接在那一天的格子上面 比如說27號今天 我如果要新增在這一天 我就直接在這裡空格點一下 這邊就會出現 就會出現 那你直接可以把事情打在這裡 打在這裡 那如果你直接按建立活動 他就跑進去了 然後他的顏色會用你的 自己行事曆預設的顏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點進來之後 你要做比較細部的修改 那你就要用編輯活動 編輯活動 編輯活動 那日期可以改 比如說我要新增到明天 然後如果你不是全天的 你全天這個勾勾拿掉 他會出現10段讓你選 那你比如說選10點到 假設到12點好了 那這是兩個小時的區段 那你按儲存之後 他就會出現在這邊 出現在這邊 就是像這個 整條都是顏色的是整天的 那如果下面這種沒有整條顏色的 這個是單點式的 或者幾點到幾點的那一種 那你這樣看不出來 你用那個天 你用日期檢視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會出現在這裡 他會有那個時間 然後這上面是全天的事情 這個是幾點到幾點要做的事情 好 那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子去做處理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是日子 就是好幾天的 你一樣可以勾全天 比如說28到30號這三天的 那這樣子也可以 他就會變成一整條 橫條 就是跨好幾天的 那如果 你就可以把你的地點 活動的地點啊 說你都可以打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些其他的選項 如果你這件事情 你還要通知別人 那你就把對方的電子郵件 新增在這裡 那這個事情要發生的時間 或者要提醒的時間 他都會通知這一個人 都會通知這個人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做到 比如說開會要找人開會 或者什麼活動要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把你的群組的人放進來 然後你也可以把文件 比如說這個寂寞校務會議要先看 就可以把附件增加在這邊 增加在這邊 然後把文件直接傳上去 那另外顏色也可以自己安排 這是內定的顏色 可是如果你個人要做顏色管理的話 休假很舒服要用綠色 校長交辦的事很重要要用紅色 老公交辦的事不重要用紅色 你可以自己做顏色管理 好 如果說要新增通知 你要有那個小秘書來通知 你就可以用這個新增通知 然後自己去決定 我是要什麼時候通知 前一天的幾點要通知 他就到時候會彈 如果這台電腦開著 他就會彈跳視窗出來跟你講 洗乾淨要做什麼事 那如果是手機他就會隨時 按照那個時間他隨時就會有視窗 那手機有好處因為他有帶音響對不對 帶那個音效 所以就會相當於有個小秘書在呼叫 跟那個Line、Facebook 有訊息來就會叫 然後就會有一個視窗 告訴你幾點要做什麼事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東西 好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你的 你的這個行事力的設定 那你們的一開始應該都日曆都只有一個 都只有一個 因為還沒有人跟你共享日曆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去做新增 然後不要的話很簡單 打開把它刪除 這樣就不見了 新增跟移除 然後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你如果有手機的話 我們這邊有無線網路 那個有三台 02-14都可以用 密碼都一樣 你就把你的手機上網 然後Google行事力打開 然後你在電腦上 因為你是同一個帳號 Google帳號 所以你這邊新增的你在手機應該 馬上不會很久 它就可以同步 那除非你的手機設定同步 是半個小時才同步 那你就可能要等 剛好等半個小時 或者你直接按一下重新整理 通常它都會馬上就上去 那你也可以在手機新增 或者刪除 你的電腦這邊也會 就是同步做反應 如果你的手機或電腦的設定 不是馬上同步的話 它就是會等到你下一次同步的時候 它做同步 那這個部分老師先試一下 那有的人手機不常上網 沒關係 你手機上行事力打開 還是都看得到 它會看得到上一次同步過的所有的內容 那如果你在沒有上網的情況下去做新增修改移除 OK喔 下次只要它有上網 它直接就跟網路上的帳號同步 所以只要有上網的時候 它就會馬上同步 所以兩邊都會保持一樣 所以不管你用手機用平板用電腦 只要在有網路的情況下 它馬上就會幫你做好同步的工作 就不會像以前 這個有時候常常要 就會寫一張單子啊 或者寫的寫在記事本 就回去就忘記看 或者那張單子就不知道跑哪裡去 然後交代的事項 校長貼的便利貼就會不見 這是很自然的事嗎 好 那所以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幫你做一些提醒啊 幫你所有的設備都會保持同一個內容 這樣會很方便喔 好一般那個 那個Google行事例 都你要買那個安卓的手機 如果你買那個很貴的蘋果的 我不知道 你可以用瀏覽器 瀏覽器一樣可以登入Google帳號 一樣可以看得到 但是那個蘋果的那個App 我就不知道它哪一個是行事例 因為我們是很窮的人 用不起蘋果的就幫不了你們 你這個是蘋果的 那你就那個進Google 進Google的網頁 對 你在網頁上去使用行事例 對 因為你的App我不知道是什麼哪一種 任何有上網的設備 不管你是什麼系統 你只要有瀏覽器都可以使用Google行事例 那如果你要使用App的話 就要看你那個 如果你是安卓 就是有Google的App 那可是如果你是那個蘋果的 或什麼其他的 怪怪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要看有沒有提供相關的App 那那個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 沒有用過 所以有錢人靠自己好不好 不然就等我以後 晉升有錢人的階級 我才能告訴你 那這個新增要除非像 你針對Gmail的那個使用者 有聽說很多 一般使用者應該都可以 但是他收到信之後啊 他那個信裡面還是問到 他好像可以設定 可以 你到那個設定的那個 我現在去 這個 他有一些細節在裡面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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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提醒的部分喔 有一些 AP他做 有一些APP他沒有做得很好 如果你是用 外面的AP 他沒有做得很好 他會自動提醒 就是全天的事件 他會自動提醒 然後會剛好在24小時前 就是你要睡覺12點那時候 所以有時候你睡覺睡到一半就突然 我上次下載一個有語音的喔 他會爆那個內容喔 然後他會用 用 用國語去爆那個 那個事情的內容 那我就玩一玩 結果半夜就被嚇醒 因為他就 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明天要幹嘛 明天要幹嘛 那可以玩一玩 現在那個手機很方便 他有那個語音模組喔 有些APP有提供語音的那個 方式 也很好玩 但是你要去找一下那個 提醒的時間的設定 你看能不能改一下喔 不要半夜12點 不行啊 這舊的音樂 還在跑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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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